温哥华当地时间2024年4月22日,王爽音乐学校与西木声乐学校在温西新校区成功举办了乐器《嘉年华》。 本次活动吸引了学生及其家长参加,他们共同探索了各种乐器的奥妙,包括钢琴、大提琴、长笛和吉他。 活动中,王爽音乐学校的校长王爽老师针对家长们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讲解,如孩子的音乐天赋、音乐考级的重要性、家庭练习的影响、参加比赛与表演的必要性以及选择音乐学习的最佳年龄等。 这一交流帮助家长们更深入地理解音乐教育的价值,并为孩子的音乐教育道路提供了指导。 那么今天我们组织这个活动呢,名字叫做契乐嘉年华,我们想展示我们的很多的乐器在这个活动上。 我们学校呢,已经成立了快20年了,我们其实最擅长的部分啊,是钢琴的部分,因为我本身自己搞钢琴的,所以在这部分是最擅长的。 但是随着学校的发展呢,我们又有越来越多的契乐老师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,而且他们有非常高的水平。 在这个教学中呢,我们也发现除了钢琴之外,小朋友们还可以选择其他什么乐器呢? 那么钢琴跟其他乐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? 在这个学习中,家长们也会有各种疑惑,误区,或者做得对的地方,做得不对的地方, 让小朋友的这个学琴的过程呢,有的时候是充满欢乐的,有的时候就很痛苦。 那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跟家长们交流,让小朋友学音乐的这个过程快乐多一点,成就多一点。 这次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呢,不是全部的契乐老师,有一些契乐老师呢,因为有各种事情没能参加。 但是今天我们来的这个老师们也不少,我们有大提琴,我们有萨克斯,有单黄管,之后有长浩,有长笛, 还有呢,小朋友喜欢的这个架子鼓,包括我们呢,还有我们的理论老师也会来。 因为在学琴的过程中,也涉及到理论的学习,那么理论跟这个实践是怎么样一种关系。 另外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弹唱,很多小朋友学到实际以后,或者在学了之后,他没有光会弹考试的那些曲子。 那如何把音乐变成他生活中的一部分,他可以想弹就弹,想唱就唱。 此外,专业教师现场演奏,让参与者近距离体验乐器的魅力,并探讨音乐教育的多样化可能。 我现在教单黄管教了二十多年了吧,然后萨克斯也是教了十多年。 我从UBC毕业的本课,然后去亚利桑那州市大学,读的硕士和博士,18年回到温哥华。 我们今年还有一个重奏课,今年和去年有一个重奏课,然后在温哥华那个Kewanis比赛还是得了名次的。 我希望通过学校能让更多的小朋友接触音乐,接触我喜好的这几个乐器。 希望大家来跟我学习。 大部分的同学来这边学理论是因为要考试,但是我想告诉大家, 其实理论知识可以帮助到大家很多实际的音乐演奏和理解。 所以欢迎大家都来学乐理。 王爽音乐学校自2006年成立以来,已成为大温地区最具规模的音乐教育机构之一, 提供从音乐启蒙到专业入学考试的全程教学。 王爽音乐学校的温哥华校区位于西木音乐学校内。 西木音乐艺术学校由著名的嘉吉华艺女高音歌唱家王颖创立, 专注于声乐和舞蹈教育,并融合了北美教育理念与中华文化传承。 这次活动不仅为音乐爱好者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互动与学习平台, 也加深了社区对音乐艺术的认识和支持。 王爽音乐学校,欢迎您!